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上个也是回应网友的问题 他说糖尿病 他验早上的胸腹很重要 或是腌后两小时的血糖 哪个数值是更加重要的呢? 现在你看到个表 这个就是一个 餐前、餐后、两小时和三月指数的表 三月指数HbA1c是一个最准确的 是你的平均指数三个月里的平均指数 如果正常人低于6 如果你有糖尿病患者 你少过7都算是控制得好 那我们每一餐进食之前 早餐当然是胸腹血糖早上的 你进食前 如果糖尿病患者是4至7之间 都属于理想 那你吃完之后 2小时后要量度 如果是5至10之间 医生都说你控制得很好 那我们为什么要量度2小时的餐后血糖呢? 因为这个2小时 如果升高的数字是在2.8之间 就是说你胸腹之前 如果你是6 你吃完之后去到8.8 那是升了2.8 都是代表你这一餐的份量和食物种类 都适合你这个用法 那你如果是一天有三餐 你当然是三次都要量度 很多朋友就说 他告诉我 他平均指数 就是A1C 9点多 他说我一个星期都是量度2次 如果这样 是比较危险 根本上你是没有研究清楚你的餐单 是否配合 我自己在5年前 我的3月指数忽然间去到6.4 2016年的7月 医生说你小心啊 你的数字去到这么高 那我在这个月内 我是看着那个份量来吃 用个凉杯 每次餐前餐后我都量度 是要确实我餐里面的份量和那个种类 不会是超出正常 我在一个月之后再去量度3月指数 我是去到5.9 一个月而已 医生就说你真是好了 你能够一个月将那个3月指数降到5.9 因为我跟足了一天三餐 我就是一天量度6次 其实很多人说你需要这样量度 我一天量度6次 因为我要在这段时间 找出适合我自己的餐 早餐量度空腹的 吃完再量度2小时后 在2.8的之内 我知道OK了 那我这个餐 以后我就跟着这个份量去配搭 然后当这个午餐的之前 譬如我12点半吃 我就量度空腹 我2点半再量度餐后 它如果也是2.8之中 升了的话 这个数量也是对我 但如果我说去到10点多 那我知道我这一餐里面的量 和那个种类都不配合 我就要更加跟进去改这个餐单 所以我每天量度6次 总共量度3个星期 足之我掌握到我应该吃的份量 和那个种类 那你自己就可以慢慢控制得好 这样的情形 你3个星期之后 你一天不需要一天量度6次 你可以在一个星期内量度2天或3天 每天量度1至2次 再迟2个星期 你可以改到一个星期量度3天 每天你可以分一天是早早 一天是午餐 一天是晚餐 你发觉在你的范围之内 你就觉得这些餐单 全部经过这么多次的改良都可以配合 那就可以跟着以往的加改你的餐头 那就不会忽然间你吃了过多的东西 哎呀不知道去量度 你继续这样吃 你就越来越高了 所以餐后两小时是很重要的 那空腹朝早当然是重要的 但是有些朋友他在吃药 他早上空腹是比较偏高 但是餐后血糖也是正常的 这些是属于少数 很多时都是因为你晚上临睡之前 你或者吃过多了东西 或者你是太饿 都会有这样的可能 亦有一种叫做Done syndrome 这些是一型的糖尿病患者 他是早上特别有这个困扰的 所以各位朋友问 两小时餐后血糖重要 因为空腹重要 两者都是重要 但是当你尝试你的餐单改革之内的时间 这个餐后血糖两小时是十分重要 确实你的餐单是合乎你自己身体所需 希望能够解释了你位朋友他的疑虑 餐后血糖在你控制血糖期间是很重要的 多谢大家收听 提醒您监谱 曼文字换 刘德几确 椅子 敏